当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订后 哈布斯堡王朝就已经放弃了一同神罗的野心 现在的他们只想用心经营好奥地利 以及哈布斯堡家族所拥有的其他领地 而波兰登堡内部正在遭遇的问题 和三十年战争宗教改革时 神罗面临的有几分想象 例如宗教的分裂 信仰天主教的神罗皇帝统治着新教的诸侯 而波兰登堡则是加尔文宗的君主 统治着路德宗的臣民 早在1613年 菲特列威廉的爷爷上上代波兰登堡选地侯 约翰·西吉斯蒙德皈依了加尔文宗 他认为自己皈依会引发第二次宗教改革 最终会让波兰登堡转化为 一个信仰加尔文宗的国家 但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这个举动 差点引发了波兰登堡内部的宗教革命 1614年 选地侯和他的顾问们 一同起草了一份意见书 要求大学任教的教师必须是加尔文宗的 除了大学 教师与政府官员也必须是加尔文宗 这种边缘化路德宗的做法 直接导致了波兰登堡历史上最严重的宗教暴乱 在与柏林隔阂相望的克尔恩 路德宗信徒们声称要勒死加尔文主义者 他们冲向市政心 洗劫了加尔文牧师的家 可怜的牧师爬到了邻居家的房顶 才侥幸逃脱 随着暴乱的持续 其他的城镇也开始发生同样的事情 最后约翰西基斯蒙德只能做出让步 承认路德宗 承认不逼迫任何人改变信仰 如果你认为波兰登堡的第二次宗教改革 就这样被迫结束了 那就大错特错了 约翰西基斯蒙德退尔求西斯 决定推行朝中改革 把宗教改革的范围缩小到政治精英圈子中 即便如此 加尔文宗还是不断的遭到挑战 其中约翰西基斯蒙德的妻子安娜 就公开反对加尔文宗 他甚至命人在宫廷中的小教堂 为自己举行路德宗的宗教议事 成为了反加尔文主义的一面大旗 而西基斯蒙德对他的妻子束手无策 原因很简单 西基斯蒙德获得的普鲁士公格的继承权 就来自他的妻子安娜的血统 甚至在西基蒙斯德死后 安娜宣称选帝侯在临终前放弃了加尔文宗的信仰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安娜去世 家庭内部的信仰矛盾才有所缓急 直到这两期的主角 斐特列威廉继位后才彻底的平息 但朝中的斗争仍然没有结束 在斐特列威廉的治下 博兰登堡虽然呈现出了宗教宽容的态势 但信仰之争一直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而导致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央政府要与信仰路德宗的地方贵族势力斗争 这也和神罗所发生的情况非常的类似 皇帝始终要与诸侯们因为利益斗争不值 在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出现前 德意志诸侯们从上至下 从内到外都是这样斗争不值 所以说普鲁士能完成德意志的大一统 还真是个不得了的壮举 1660年奥利瓦条约生效 选地侯正式获得了普鲁士共国的主权 但从那一刻起 他就遭到了科尼斯堡民众的反对 并爆发了反对运动 直到选地侯派出了军队和大炮镇压 城内才恢复秩序 1663年等级会议的代表在科尼斯堡立下效忠誓言 但在过去十年 选地侯就再次派出军队镇压科尼斯堡的反对运动 选地侯与地方势力的冲突 不仅发生在科尼斯堡 克莱沃 波兰登堡境内也十有发生 从本质上讲 君主与地方势力爆发冲突 是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选地侯认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我对这片土地有主权 那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都是我的臣 都得听我的 但地方势力不这么认为 他们按照宪政制度解释 选侯国是由不同地区组成的 并且不同地区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 与选地侯的关系也只是上下级的重组关系 不同地区看对方都跟看外国差不多 你被其他国家占领了 你自己抢回来 不关我这片地区的事 选地侯打仗 那也是他的个人恩怨 也与本地区无关 甚至有些地区和帝国还保持联系 一旦选地侯的决定影响到的地方利益 那地方势力就会向帝国求助 甚至向外国求助 上期说过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 菲特列威廉为了能有效的保护整个 勃兰登堡选后国的安全 开始废除各地的民兵 转而建立一支受柏林指挥的常备军 这让各地区一下无法适应 感觉失去了安全感 其实在三十年战争中 这些民兵也没能起到什么作用 而最让地方势力不能接受的就是钱 在税收问题上 等级会议是寸步不让 他们要求必须是由各地任命收税官 政府绕过等级会议直接任命的收税官 绝对不能接受 因为养一支常备军 这是一件很花钱的事 虽然选帝侯有自己的资金来源 但完全无法支撑一支逐渐壮大的军队 所以在各地收取军费迫载没击 菲特列威廉甚至用武力威胁等级会议的抵抗 北方战争爆发后 军费每年都在涨 有些地区苦不堪言 尤其是普鲁士巩国 为了对抗瑞典 菲特列威廉率军进入科尼斯堡后 直接绕过了当地等级会议 强行征税 而且还成立了能够直接征用臣民财产的战争署 北方战争结束后 菲特列威廉如愿获得了普鲁士公国的全部主权 之后他就和当地的等级会议展开了谈判 希望可以继续在普鲁士征税和保留战争署 但是等级会议死活不同意 逐渐双方谈判就不和谐了 等级会议的精英开始公开反对选帝侯 甚至煽动民众与选帝侯作对 最终菲特列威廉带兵镇压了暴动 其实选帝侯并不是要废除等级会议 只是希望他们更听话而已 后来菲特列威廉总结出了一套胡萝卜加大棒子策略 先是面目猙獰的选帝侯用武力威胁地方势力做出巨大让步 然后再派出和善的官员往回拽写 给地方势力留出那么一点利益空间 就这样很多地区都开始宣誓效忠选帝侯了 大选侯让伯兰登堡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外交上 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17世纪末博兰登堡普鲁士已成为了仅次于奥地利的第二大德意志邦国 在1688年5月7日也就是大选侯菲特列威廉去世的两天前 他在病榻上对床边的家人和大臣说道 所有人都知道我刚刚继承选帝侯卫时国家的那一片混乱让人心碎的样子 蒙上帝恩典我改善了国家的处境 成为了一位受朋友尊敬令敌人胆战心惊的统治者 在之后的历史中他的曾孙子菲特列二世评价他时说道 大选侯的统治开启了普鲁士走向强国之路的历史 因为普鲁士之所以会变得如此伟大 正是由大选侯打下的坚实基础 好了普鲁士第五期就聊这么多吧 如果喜欢大米制作的内容点个赞 关个注下次更新不迷路散会